盛奇关于盗贼貂蝉 安杜因诸葛亮 不是说经典永远不变吗? 大家好,所以今天一样是一个更新介绍吧 基本上就是有新的系列叫 核心系列跟经典规则 这基本上我看起来都是很好感动 就原先都是把东西移到开放 可是现在有多核心系列跟经典规则 基本上巨龙年的卡牌就这几个 还有恶魔线都会进到开放模式 然后也会把基本牌跟经典系列移动到开放模式 然后会有新的核心系列 基本上就是会有新的核心牌组 不是全部都是一样的基本牌跟经典牌 那核心系列就会包含新的235张精选牌 会取代标准规则的基本牌跟经典牌 就像我刚刚讲的 然后核心系列牌会所有人都可以用 就像大部分的经典牌一样 基本上核心系列的内容就是 有些可能是以前的经典卡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有基本卡 然后还有这是从开放回来的卡片 然后还有一些回归的就是恶魔猎人的牌 然后一个荣誉殿堂牌会回来 可能很多人会想说 怎么会怎么会要改核心跟经典系列之类 那其实改核心跟经典系列的原因也蛮显而易见的啦 因为其实一开始在研发核心跟经典系列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到鲁石是一个如此长寿的游戏 我说他们没有想到 那时候还没有想说鲁石要出这么多资料片 所以基本上核心系列的牌跟经典系列牌 或者说旧核心系列的牌就有点太强啦 就比如说准备好了 准备可能就有点太强 然后就变成说加力森太强了 所以就有太多牌都太厉害 什么物事学徒其实也是有点OP啦 然后就变成说核心系列的牌都有点过强 然后导致那个职业可以做的事情就一直都长那样 所以兵法才会一直存在或是什么之类的 全部的角色职业到等级60都可以全部解锁 然后还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叫做传统系列 英文叫legacy 有点像是魔术世界里面传家宝的感觉 统会变成大部分牌会遇到这个系列有几个例外 反正经典规则是时光倒退到2014年的鹿石之战机 所以就是完全是那时候的牌 就比如说什么启动会长两颗水晶啊 然后突鹰是两费二一抽 打野兽抽一张牌之类的 然后反正就有很多以前的东西啦 反正基本上就是他们有点在解决 有些人回来然后发生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 所以多增加一个经典规则 然后如果你想玩以前东西的话 你以前牌也可以回到经典规则来玩 来这样开放模式基本上就改名成 叫传统系列哦 所以基本上开放的就是指 Legacy加标准 然后只有开放的叫做传统 就是原先的那些经典牌 旧的经典牌核心牌 然后再加上容易电台牌 然后再加上其他所有的牌 然后经典是2014年的牌 所以在经典规则底下 战科指揮官会可以赋予手下冲锋 圣光层级可以打脸 这边就直接讲可以打脸 然后杀技勇者消耗只有四倍了 就2014刚出的时候 就是经典牌真的非常强 因为基本上2014年的炉石 就要是一个好玩的游戏 所以不能一堆牌都超级超级弱之类的 或者说他后面不想硬过强的牌 就如此类 然后卡槽 卡槽变成27个 就你如果已经拥有飞刀手的话 你会拥有两个版本的飞刀手 就是一个可以再开放模式用的2的飞刀手 然后一种是经典飞刀手 所以你如果拥有那些经典牌 你会同时就再多生一个以前的他出来 呵呵呵呵 然后传统系列牌 基本上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都是新印的经典牌 可是基本上都会跑到开放系列去的样子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魔法风云会其实也有做类似的事情 而且魔法风云会就基本上就真的叫做 Core 基本上就叫做核心2021之类的 核心2022之类的 所以你看这边有讲Core 2021 这基本上的走向都跟魔风蛮像啦 就魔法风云会蛮像 虽然魔法风云会没有这种 classic的问题 虽然魔法风云会比较像是alpha跟beta的问题 就是1990年刚营的牌也是强的跟鬼一样 所以基本上 两个卡牌游戏的 动向是差不多的啦 然后 当然还是希望新印 新印的这些核心牌可以 为如实增加一些趣味 所以我才说这应该是一个蛮正确的走向 不然 一直以来的巫师寒冰界那些 虽然他们可能还是会在还是会回来啦 不过就是有点游戏的重复性有点高 尤其是 我记得他们那时候有统计好像核心 就是经验卡跟 基本卡吧 就是好像占 你牌组的三成左右 所以代表你每年玩的牌有三成都还是一模一样 所以就 未必是一件好事 那 其实基本上就大概这样啦 然后 其实我也就只知道这些而已 他们好像2月19号会有一个 有一个直播的样子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新的经验卡核心卡是 讲什么东西然后还有新的资料片 大概讲什么样子 这样感觉新的资料片其实离我们也不远了啦 3月底4月初之类的 然后顺便 讲一下这个新年任务好新年任务 其实会给一些东西 我可能会玩一些决斗雷台把他来 领这个奖励 这边还有三国英雄其实 你们如果去 你们现在的收藏库看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些英雄已经在那边了 这个是 会卖的吧 如果喜欢三国人应该就会 喜欢这些 安杜因 跟诸葛亮之类的 吕布关羽 不对这不是关羽 这才是关羽 这谁 这是圣奇关羽 然后这是 盗贼貂蝉吧 操憨 这是谁啊 这是 战士吕布 如果喜欢的人可以考虑 然后想要结任务也可以来这边结 大家基本上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早就该干了 可能一兩年前 一年半以前最早 可能他們可以幹這種事 就是因為那時候就已經 有點明顯就是經典系列 跟核心系列有點 太誇張了 而我不太確定 為什麼他們一直都沒有幹這件事情 可能因為把一些 舊牌放進核心系列裡面 可能對於有些人來說 可能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我猜有些鄉民會覺得說 不是說經典永遠不變嗎 呵呵呵 之類的 反正是免費的啊 沒關係啦 之類的 就有些人很不希望經典 或核心系列改變 不過遊戲總是要往前進的 不然就彈死水的感覺 而且 舊魔風的前車之間 也可以知道大概 盧時代會怎麼走 走向啊 理論上 雖然兩個遊戲還是很不一樣 因為一個是有實體卡 一個是沒有實體卡 本質上還是有蠻多差別 可是基本上 如果就魔風的前車之間的話 接下來這種系列 或說不同的模式 應該會越來越多啊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 Legacy模式的東西其實有點多 基本上所有資料片都在這吧 其實看到這些符號 每三個符號就至少代表一年 這樣其實也快五年了 一二三四五 然後六 我已經六年了 真的這麼久啊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影片 掰掰 快結束 你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